还有这里是天洋玄机 如果是个空国可以看视频 左上方咨询 我们来看这个首相的案例 手指骨节稍突 指缝 这个比较明显 是典型的牧人 牧人分强弱 原主筋心轻往平薄 有一些体质一般 也是典型的偏弱的牧人 弱牧人多思善谋 决断力稍弱一些 处事容易犹豫不决 手指见缝隙 尤其是食指缝隙比较明显 代表早不于前 财运有 但来的不会太早 早年的钱财方面的消耗也比较大 在长球来看 食指根部迅宫饱满开阔 但是有一些杂纹干扰 所以说正财有但不稳定 从事业线的一些横纹干扰 也可以看得出这一点 脚趾根部水星球 位置稍低一些 比较低 所以说个性稍显内敛 善思善谋 不太适合走在台前 口才和沟通能力稍弱一些 比较适合做幕后的工作 掌控大局 是一个老练沉稳的人 这也符合这个牧人的 这种多思善谋的特质 事业线有些不显 不代表没有事业 反而说明事业有多方面 方向发展的机会 事业的格局不受限 头脑灵活 善于从脑线也可以看得出来 脑线弯曲有糊涂 善于领悟能力强 一通百通 可以多行业发展 使势业少了一些稳定性 多了一些变动和起伏 需要自己把控风险 纹路来看 这个生命线初期 建一些锁链比较浅淡 早年运势一般 祖业难考 从这个事业线远离生命线 也可以看得出这一点 在事业方面 还是靠自己打平 父母和家庭的助力不多 好在事业线也是身长 冲破天文 事业心强 事业格局还是不错的 生命线的浅淡 但是相对来讲 脑线还是深刻一些 这个典型的 我们说脑线 是代表智慧 脑力强 体力稍弱一些的人 所以是生命线和脑线的对比来看 可以看到这方面的信息 建议还是要多锻炼身体 增强体质 平衡脑力和体力 运势才能够提升 才能够稳定 那么脑线和生命线 还是分离处建导文 那么古代人文 脑线称为人文 代表自己 生命线为地文 代表原生家庭和根脊 如果是分离之处 也就是自身脱离原生家庭 独立的阶段 这个阶段建导文的话 就容易产生出入社会 建坎坷和动荡 会吃一些苦头 那么早年吃的苦 利益方面也来自于 事业方面的起色 难建起色 一方面也来自于 感情的不顺 感谢初期 建一些断开和裂痕 青年时期容易有一些 烂桃花干扰 包括这个亲密关系线 也是可以看到这方面的信息 亲密关系线的 恒文干扰比较多 犯情伤 心理遭受创伤 在感情当中受过创伤 28岁之后 生命线慢慢的 逐渐的深刻 生命逐渐的适应社会 世界有收获 桃花也变望 正元也初见渺种 爱情的到来 也会让自身身心愉悦 运势也会逐渐提升 但是也有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内心有一些迷茫 从脑线的弯曲下垂 也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脑线的弯曲下垂 一个说明了 自身的个性来讲 是偏敏感 偏敏感 注重精神生活 而且有一些 爱幻想的一种特点 那么我们从结婚线来看 也可以看到感情方面的动作 感情节婚线多条 长短不一 而且出现一些分叉 那么这些结婚线的话 是代表姻缘的动荡 在感情当中 又容易很难稳定下来 甚至我们可以看到 感情节婚线多条长短不一的人 再加上长策 刚才讲的长策有横纹 这个横纹是代表 遇见一些事的事情 难看透 比较复杂的事件的时候 难看透人和事物的本质 很容易被环境影响 少了一些判断力 容易在感情和事业 这个感情和财运方面 容易上当受骗 不过后期 慢慢的深刻 感情节也变得深刻 慢慢的恢复常态 感情方面 在35岁往后 会逐渐的稳定下来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这个生命线 基本上是比较浅淡的 浅淡到基本上 55到58岁 这个阶段慢慢的出现消失 这个感情线 这个生命线就逐渐消失 生命线短不代表寿命短 这个是切无担忧 生命线短只是说 到了晚年的抵抗力变弱 多注意调养是无大碍 另外生命线尾端浅淡的 也说明晚年能想清闲 比如说像这个生命线尾端的很深 扎温干扰多分差 那么就晚年就容易 操劳为子女 操劳忙碌 那么比较浅淡到反而能够想清闲 另外在财运方面 财运线不显 虽然这个训工财位还是比较饱满 但是还是见一些杂文干扰 世界现在也有些浅淡的 见横文干扰 所以说这个在财运方面 有一些不稳定 财运的起伏比较大 而且呢 这个手指也见缝隙 容易形成漏财的一种局面 需要补充财库 才能够稳住世界和财运 那么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是财运可以看视频 做上方咨询 我们下期再见